因而抢工先进制程 原本规划今年年底就要量产14奈米处理器 不过因为既制程的进度传出了严重落后 时程可能会往后延6个月 这让努力追赶进度的台积电决定要提前进行试产 苹果iPhone 6上市脚不接近 台积电成功从三星手上抢下苹果A8处理器订单 不过三星抢走高通部分订单 台积电明年16奈米市占率恐怕会下滑不少 目前台积公司16奈米制程技术 已经狼刮了集体电路制造服务领域中最大多数的 16 14奈米产品 并且预计在103年 排入超过20个来自不同客户 横跨各种应用的产品设计定案 董事长张忠谋对先进制程有信心 为了拉近三星还有Intel之间的技术差距 决定提前在第三季市产16奈米歧视长效电晶体制程 不过市场劲敌 Intel传出14奈米处理器进度落后 至少延迟6个月推出 看起来台积电可以稍微喘一口气 把我们公司的愿意从一个半导体制造厂商 变成是一个我们希望创造延伸这个运转的科技 加入了串理 Intel三星先进制程规划 明年推进到10奈米计划没有改变 台积电要稳住订单16奈米制程 提前到第三季市场将是势在必行 林志远 陈威佑 台北报道